2011年日本发生大海啸 日本设计师冰田一鸣带头发起地震捐款活动 并且发表一系列家庭照 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展出冰田一鸣的家庭相簿 共50件作品 一起去看看 拍照的动机上百种 而日本摄影师冰田一鸣则是因为家中的小宝贝 这样的出发点很频繁 不过要小朋友摆出各种姿势 来捕捉真情流露的那一刻 实在不简单 爬高 看远方 这一张躺卧树上的照片 光线柔美是冰田英明的最爱 很小的 很个人的世界 但我希望在全世界的人 可以共有其他人 我希望在自己中间表现得很大 认真拍好每一张照片 是冰田英明坚持使用底片相机的原因 一卷底片只有36个按快门的机会 不像数位相机让人不停地猛按快门 却忽略构图需要用心 照片中的两个小男孩 各有一台底片相机 冰田英明希望他们能够发挥潜力 成为优秀的摄影师 新唐人亚太天师叶子芬罗伯特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Hoyang Formosa带您看见台湾的美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